请问师傅,我们眼睛的眼球的颜色呀,在玄学上有没有什么说法呢?眼球的颜色? 有啊,都有,你们要问各种呀,问题,台长都能回答 眼睛的颜色,要看的,你现在讲是哪个是眼白还是眼黑? 眼黑的 眼黑的吗?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种族的颜色 你这个嘴巴放着话筒一点,对不起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讲吧,对不起 你说的是眼球,眼球的颜色,对不对了 眼球眼这么是有咖啡色,有绿色的,人家说眼睛发绿了,那么不行了呀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人家说,眼睛对这个人恨得不得了,那么眼睛颜色的就出现什么呢? 各种,各种比例的颜色都有了,实际上最多的颜色就是一种胡萝卜树啊 像胡萝卜树一样的,那么这种颜色也是遗传因子当中应该有的 因为,因为比方说,鸟类它的眼睛就有不同 而人的眼睛,它里边的颜色有褐色啊 那么褐色讲起来就是含有,你有大量的黑色素吗? 明白吗? 啊,就是这样 像我们,像我们华人的眼睛,基本上都是黑色的嘛 那褐人的眼睛它是,它是一种像咖啡色一样的 那这种眼睛嘛,人家说,这种眼睛对人来讲 应该说是,从医学上来讲,它是对人信任的眼睛 如果完全黑的,如果有透明感的,那是对人不信任的眼睛 哦,你去看动物的眼睛 啊,动物的眼睛,你看看眼,眼珠是黑的 但是眼圈,眼珠的边上一圈都是,都是颜色,都是有点淡白色的 你看,所以动物看见,什么都不相信的 它就逃啊,它知道人家要伤害它 很警觉的眼睛,就是眼珠子里边一颗黑的,是特别厉害 但是眼珠子边上的圈白的,又特别亮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请问师傅,有同学他眼球的颜色有时候会变化 是不是比较容易跟灵界接触 眼珠子变化 眼珠子变化就是一会好一会不好啊 哦,就有同学他怀孕的时候眼球就有时候会变成蓝色 是不是,这是什么情况呢 变成蓝色啊,很简单啊,变成蓝什么 就是人家说蓝色就是一种关注眼睛啊 关注是吗 关注呀,对什么事情都非常敏感的 哦 所以眼睛是蓝色的 哦 那他平常需要念什么疾问呢 是针对这个情况 忧郁症,这个忧郁症前妻就是先怀疑啊 怀疑心重的人接下来就产生恐惧了呀 哦 明白了吗 好,请站在那儿去走 嗯 拜拜 拜拜